我們一起談完工作 在那個餐廳門口的暗處 然後他就會強吻這樣 或者是一起上課 沒有人的走廊這樣 碰到我也是會抱住啊 亂摸什麼 就是事後又 就又發生過很多次這種事情 然後我每次都說不要 但是他就是會這麼做 身邊懂這種事情很少 我也不太知道要怎麼辦 是突然發生的 因為那一天 就是本來我們三個人在聚餐 然後 我記得他找我跟他一起去買東西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剛搬新家 然後我跟Gino的關係也是 就真的很好朋友 大家而且共同朋友非常的多 所以就覺得讓他上來參觀也無所謂 結果就 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經過房間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完全沒料想到他會對我做出這種 很突然強硬的壓在床上的這件事情 就是 非常的吃驚 而且 滿害怕的吧 但是我很清楚的告訴他 就是 不要 或者是試著推他 試著閃避他 拉住我的衣服啊 什麼的 他就是 一直試著要 脫光什麼的 拉著他 推他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做那種 就是 一般人想像中的那種 什麼 揍啊什麼那種 因為 就我要說的是 其實被他 撲倒跟那些 就是 強硬的觸摸 就是我已經 覺得很害怕 我就 我已經不敢再 就是 激怒他之類的吧 他就是 就把我褲子扯掉 然後用 就手指 這樣 我的這件事情有一個矛盾的點 是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比較奇怪 就是為什麼 當下 沒有報警 或者是說 我選擇 裝沒事 然後 我自己 在他跟別人新聞爆發之後 我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 但是 就是一個 熟人犯案的 議題 第一個我們的行業 都是這種 公眾產業的 然後加上 很信這件事情 我也不想 跟他翻這件事情 就是 一個恐懼的回憶 再加上 共同朋友這麼多 如果講出來 不知道 大家會相信我 而且這也不是什麼 很光榮的事 就是 我就選擇 就是逃避 然後 然後 發現事情 藏在心裡 但 我心裡很清楚 就是 我應該要 我應該要報警 什麼的 但 那個時候真的就是 做不到了 然後發現原來他 竟然是慣犯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我覺得應該 應該 讓大家知道 他是 這樣的人 畢竟我的 事件是 比較特殊案例 但是我 盡量以我最 誠實的自白 還跟我 當下的心理 也希望 就是藉由我的 文章 可以讓大家了解說 就是一個被 性 性侵的人 尤其又是 熟人 犯案的狀況 就希望大家可以更有 同理型一點 因為GINO現在也有一些 防禦的制裁 後續 你也會被他 進行提告嗎 提告我是 沒有完全排除 但 這可能會有點困難 因為 證據 不足 但是如果 真的需要我 站出來去告他的話 我也願意 試試看吧 現在 然後希望他 希望以後不會 遇到他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走 我們會不會